大家好,我这盆君子兰因为一直放在角落,然后没空打你 那么现在呢,这个君子兰的叶片上布满了灰尘 整个叶片呢,也是歪七扭八状态的也不是非常的好 那么趁现在春季温度回升,我就想给这个君子兰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看这个君子兰虽然植株的这个造型不怎么好看 主要是养护方面呢,没有注重 但是呢,它还是有长这个新叶出来 底部呢,现在呢,还在长新叶 那么我用的土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主要是用了这个松树皮 然后加上粗核砂,再用上少量的这个泥碳土 那么今天呢,我就拆盆了,给大家看一下 用这种土栽种出来的君子兰根系到底好不好 因为根系好不好,关键呢,还是看这个质料得不得当 那么我们就先把它脱盆出来看一下 从表面上观察呀,这个根系呢,没有烂根,只是有少量的空根 而且呢,这一根呢,还有一些呢,是带有这个水晶头的 长势呢,还是比较好的 我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一根呢,有一些空根,主要是因为平时呢,没有及时的浇水 然后盆土缺水,就会出现了这个空根的现象 虽然有部分的空根啦,但是这个根系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大家看这里呢,主要就是一些老根,大部分都是老根 这里呢,还有非常多的新根 新根的状态呢,还是非常好 所以用这种直量啊,它透气沥水性呢,是非常好的 不会出现任何烂根的现象,只要我们平时浇水得当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这个植尿呢 可以让这个植株啊,绑出非常多的新根出来 哎,这些新根呢,全部都是带有水晶头状态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事实证明啊,我们一般家庭养殖菌子兰的时候呢 用上这样一个配土方法 照样能够是把菌子兰的根啊,养得非常好的 并不一定需要橡树叶腐叶土来栽种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